用孤独干掉电影 大家好,我是戴亚 好的,各位观众 接下来您看到的是 僵尸猎人为了消灭万年世亡 不惜把自己变成僵尸的故事 新僵尸战事 哎呀,你瞧瞧 这僵尸都成精啊 七情六欲啥都有啊 不扯足都了啊 话说,午夜时分 两个小老地儿 老的两个小老们儿 就往烂尾楼里走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龌龊 哎,他们在跳舞 本来我以为羊虎烤了 但是咱们的僵尸猎人菊花出现了 原来呀,这俩小纳闷 是吸人血的僵尸 你瞧,把这俩小老地儿吓的 而且几串羊腰子都补不回来呀 而菊花呢 却被吸血僵尸给包围了 俗话说 没有三两三 情敢上两三 没有了金刚传 也不敢懒了此几活呀 既然是僵尸猎人 菊花的身手 大家都有目共睹 况且 这些都是几百岁的小僵尸而已 还不够菊花热身的呢 作为僵尸猎人 菊花呢 还有几个吃素的僵尸朋友 对于那些吸人血吃婚的僵尸 菊花是绝不留情地 而菊花认识的这些吃素的僵尸 其中有一个千年白毛叔 都一儿一女了 还在聊比他小几百岁的小辣闷 都说年龄不是障碍 但是相差几百岁 小的太离谱了吧 菊花却说 你老爸人老心不老 挺有形的呀 那给你介绍一下啦 结果呢 白毛叔嫌弃菊花太俗 下不了嘴 白毛叔走后呢 菊花好像秀出点什么 其实呢菊花一直在找他失踪的姐姐 这都大半年了 还是一无所获 而和他一起玩的僵尸呢 每天都不知道玩什么 想要死的心都有啦 闲着没事就打打赌 谁输了 只有一口气喝完一大瓶水 真是够无聊的呀 还差点把自己给撑死 但是呢 作为僵尸 想死哪有那么容易呀 脑壳比石头都硬 电线杆都被撞凹进去了 镜头一转 两个吸血僵尸 把两个小老妹堵在了房间里 你瞧 这细皮那样的 吸起来肯定很过瘾呢 但是这俩僵尸没有发现 外面还有一个老僵尸 正吵着他俩呢 诶 正当他俩吸得真过瘾的时候 老僵尸呢 按捺不住了 也想尝尝味道 你瞧 这身造型 至少得有个万二八千年的呀 于是呢 老僵尸开始攻击他俩 你想啊 这老家伙 放过的屁 比他俩吃过的饭还多 论伸手 他俩不开一击 论牙齿 没有这样的长 只能被吊打 突离僵尸 没撑几个灰盒 就被老僵尸给怼得 炮心凉心飞扬啊 哎呀我去 大哥 你别失呀 不好意思 刚刚用力过猛 你让他吃后热乎的呀 诶 对 还有一个小老妹 那可是鸡瓶啊 得 小老妹 转眼被他吸成了黑炭 就好像敷了一层 海藻面膜呀 这时呢 又过了一个 被绑着手腕的 红衣僵尸 原来呀 这红衣僵尸 是被老僵尸抓来的 只能吃点 这老家伙的 残杀生犯 这边呢 菊花还在到处 找他姐姐 刚转脚 就瞅见了一个老婆婆 在祈求一个 小美女帮忙 让女啊 那男朋友 在外面有人了 要和我闹分手 你能帮忙我 找找她吗 这小美女呢 看老婆婆那么可怜 都这把年纪了 还傻狗粮 单纯的小老妹 刚和老婆婆 走过一个 屁镜的地方 老婆婆就露出了 她那猙獰的獠牙 要不是菊花在后面 跟着呀 估计这小老妹 铁店被牺牲成人杆啊 但是 他们却闯进了 僵尸的地盘 作为僵尸猎人的菊花呢 只能慌忙应对呀 好在这些僵尸 都是些小老老 几百年的修为而已 对于菊花来说 都是些开胃菜 一刀一个 都给戳得灰飞烟灭呀 这时呢 菊花发现了一个 红衣僵尸 追过去后 却发现了 那头老僵尸 老僵尸就说了 小老妹 今天多大了 好的不学 学做僵尸猎人 来 瞧瞧 哥哥我的牙白不白 还会动呢 菊花呢 瞅间这回就来气呀 这是个啥呀 分分钟灭了你呀的 可结果呢 菊花眼高手低 分分钟打脸呢 怎么说 人家也是万年死亡 你一个人类 武功再高 也怼不过人家 刀枪不入吧 哥 菊花被贬得 只剩半条命的时候 哎哎 就在这时 那个红衣僵尸 趁老家伙不备 整个钢筋 就给老家伙戳了一下 原来呀 这个红衣僵尸 就是菊花的姐姐 老僵尸呢 装了没事人一样 拔出钢筋 哎呀 小老门啊 这玩意儿 是戳不守我的啊 下回换个粗点的 知道不 菊花的姐姐呢 为了保护菊花 一脚就把菊花 踹到了巴掌缘 花啊 你快跑吧 这货没任性 也甚至 君子报仇 十年不完的道理 撒压的就跑啊 菊花的姐姐呢 本来想和这老家伙 同归于尽 结果 把自己戳射球了 菊花呢 却跑到了白毛这里 这也好了 被老家伙给赌一窝 白毛呢 就和老家伙谈判 老弟啊 只要你放了这几个小家伙 哥哥我呢 愿意束手就擒 在你发落 可惜这老家伙 想大小通吃 白毛呢 虽然是千年僵尸 但面对这个老怪物 还是只能当弟弟的份 于是呢 几人联手围攻这老家伙 你还别说 这老家伙 还真有大小通吃的本事 就算几人联手 都没卵用啊 白毛呢 只能扎开一扇门 让菊花带着他女儿跑路 反正再过两个小时 太阳就要出来了 他就和自己的儿子 对战老怪物 哎 就算父子联手 结局还是一样的呀 被老怪物贬得爬不起来 你瞧 吃素的还是干不过吃肉的呀 得 老家伙把白毛 吸成了干尸 这时呢 太阳已经出来了 老家伙呢 为了吸引菊花和小老妹 就留下了大个子 就着大个子的心 来 叫一个 别让你妹妹跑了 菊花呢 就想奶奶的 跟她拼了 怕个臭 来 小老妹咬我 等我变成僵尸 满血复活 怼死他 哎 菊花就被小老妹做了一下 变成了僵尸 而大个子呢 昨天被老家伙 丘心给疼死了 接下来就是 菊花和老家伙单条 变成僵尸的菊花呢 虽然还是打不过老家伙 但是僵尸的身体 能扛皱啊 只要打不到心脏 完全感觉不到疼啊 几个回合下来 菊花慢慢摸清了 老家伙的招式 再加上天使地理真核 老家伙大意 得老家伙被 击装箱给压到了 趁你命要你命 再来个比钢筋还粗的 钢柱 戳了下去 老怪物呢 改屁凉凉 灰飞烟灭 最后呢 菊花和小老妹 过上了猪猪肉的 狩猎僵尸的快乐生活 看完这部电影啊 我也想被僵尸咬一下 那么问题来了 你最想让僵尸咬哪里的 欢迎评论你的想法 好了没有啦 喜欢的朋友记得 过来